如果说桃花园是古人心目中的锦神乐园 那么这个种子就是网易更新1019和1.2年后 你一定要试试的种子 开局村人在巡洋 面前就有一个湖中村庄 往高处飞飞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被樱花树所包裹的湖中村庄 没办法 粉丝有需要我就给你找 村庄不大 但它非常的穷 箱子里的东西 狗都不要 呃对了 由于网易版的选剧里有限 视频这里居然是在国际版中物资者 哎一毛一样 同学们不要慌 毕竟这么漂亮beautiful的东西 那个版本都是这么漂亮 尤其在樱花山地 这里还有一个天然的缺口 看到这往那遥远的镜子 渐渐的浮现出来了 明镜水源变得一山 山流小口仿佛弱有关 物贺口红口入出几下才懂得 啊我没有在随时听 和桃花园记中记载的那样 外面看是一座山 那山的里面却有一个死怪桃园 便逼老大眼镜斗得灯 但由于观看的问题 到了晚上村里还是会撒起怪物的 我他妈来了 我要了 如果说你想要好好保存 你节管下这个桃园 网易连这个问题 一定要记得解决 虽然网易连跟1019和1.20版本 耐可惜的是 这个笼子的底下并没有古成 但1.20没有东西 并不代表1.21没有东西 打开旁观和夜市模式 可以看到村庄的湖 是一个神经理的湖 最大师祖有的一百多哥 撕牌口气这种选择就不要试试了 然而这笼子意味着是这样子 我们来到村庄的另外一旁 这里能看到一个十字架的石头块 从这里走下去你就会发现 哦的乖乖 这是一个隐藏在水里的试验大厅 他的体积非常的大 他都要忍一忍 总的来说 这个总之无论是风景也好 挑战也罢 对于喜欢冒险的同学来说 就非常的棒 甚至还能完美过渡到1.21版本 网易版的同学可千万不要错过了